或某個名字 那我們 直接看到案例 這個案例是小二的男生 體型中的獨生子跟主父母同住 那父母住在隔壁 那媽媽主要過來是說 因為幼稚園開始就因為小事情 常常跟同學會有口語還有肢體的衝突 那所以生氣的時間會很強 那也會容易遷入別人 亂丟東西或是衝出教室 所以老師們非常的困擾 那在家裡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阿嬤都會順著他 那爸爸呢棍子就會拿出來 所以看到棍子你就會害怕 害怕你的情緒就會被壓抑 所以也沒事 那所以呢就是小事情就會反應的很激烈 那不管是哭或笑 所以媽媽說小朋友常常笑到 就從椅子上掉下來 那心情好的時候就會覺得很貼心 可是這個時間比例非常的短 那事後都會說會改 但是媽媽就覺得其實他常常在犯同樣的錯誤 那因為從幼稚人開始就有這個狀況 那阿嬤是一直阻止救醫 那到了小一的時候 其實這個狀況會越來越嚴重 那小一老師跟家長一起努力了一年之後 才是決定說 是不是要不要聽聽看別的專業理解 所以他就帶過來 那其實喔 家長帶過來看我們的時候呢 不像看感冒一樣這麼的自然 他們總是帶著很多的壓力 以及背負著很多的愧疚 會覺得是不是我把小孩生不好 還是我小孩教不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會比較體諒 小媽媽的一個心情 那所以呢 他們過來都一定會跟你要一個答案 一個原因 你最好可以告訴我是誰 然後誰害的 然後呢一個方法就可以 所以我們會跟他說 其實這個部分呢 不可能是一個原因就可以解決 也不是什麼現在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社會心理社會 心理 生理心理社會的模式呢 會讓他去了解說 其實現在的問題的行為 不會是一個原因 通常我們會這三個部分組合成的 那通常是生理的部分 大概有關於這個身體類的 比較看得到的或是遺傳 那心理類的比較是你看不到的一個元素 例如說你的認知啊 你的情緒 你的態度 那你的社會部分呢 舉凡你的環境的部分 環境的部分還有包含你的時間軸 例如說你在幼兒時期的家庭 家庭的影響 還有你青少年時期的同儕影響 這些都是會影響我們的行為 那所以呢 他們來之後到我們醫院 主要是會接觸到小孩的部分 有身心科 復健科 小兒科 他們需要先掛 那由醫師做個整體評估之後 適合的轉介到我們 臨床心理師這邊 那我們會進行心理痕見 心理痕見呢 就是用我們的心理學知識和技術 進行呢 一連串的一個評估的過程 那這個部分包含我們的行為觀察 會談 測驗跟問卷 然後我們測驗結果呢 會讓爸媽知道說 小朋友自己在這個測驗當中 他有沒有什麼的優弱事 那他在同儕當中 他位於在哪一個位置 那之後我們會分報告 可以做治療 以及我們會進行親殖教育 那我們評估的項目呢 其實也還包含了 母親懷孕的期間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生產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早期發展的話 做爬種這個部分 還有說話的部分 媽媽有提到 這個小朋友都比較慢 大概都落在30%左右這樣 然後呢 健康時啊 或是健康情緒發展 這些都是我們評估的項目 所以呢 一開始 我們一遇到他們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行為觀察 譬如說這個小朋友呢 是上學 放學直接過來 這樣就穿著體育服 那你就看體育服 小朋友的體育服 男生的話 膝蓋都是髒的 那是很正常 可是這個小朋友 連背後白色的那個都髒的 他就問我說 那個腳印啊 我說欸我會有腳印啊 然後因為在聽上打滾 然後小朋友就順便才下 那樣 那再來呢 我們會觀察他們的行為互動 親子互動 譬如說我們的小朋友 他們很容易在我們製造器的玩具給吸引 好那 我們就會說 欸小妹可以要換室內波鞋 好那 可是他們通常都沒在拚 那這時候媽媽就會出招了 那這個媽媽也會比較急 就說欸老師在講 你有沒有在拚 那後來他看小朋友無動於衷 他就會拍拍他 可是小朋友是直接把他的手 從肩膀把他甩掉 這個大概就是一些有意義的行為 好那再來我們會跟家長做會談 我們大概想要了解說 媽媽媽媽這次來希望的一個期待 或是說你們的管教方式平常怎麼用啊 那你的情緒 那當然就是媽媽其實是感受到蠻大的壓力 因為爸爸拿出棍棒小朋友就沒事 阿嬤呢只要順著他也沒事 所以他們會覺得是媽媽不會教 然後呢媽媽的情緒壓力就還蠻大的 他有一度想他覺得自己應該是憂鬱症 然後來求助 好那小朋友的會談呢 如果小朋友太小 我們就會跟他用玩遊戲的方式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會跟他用就是所謂像聊天的感覺 不過我們都是有目的的 我們會主要在過程中 我們會想要請問他說 你知道你來的特地是什麼 為什麼會來 然後你平常喜歡做什麼 那我們也可以趁機了解 平常喜歡做什麼 就是他們的家庭大概都進行什麼樣的遊戲 進行什麼樣的活動 那他實不喜歡上學 他大概去了解他的生活 學校的課業那邊 然後他對自己的看法 通常小朋友都會覺得我自己很糟糕 因為我每天都被罵 然後他希望學校跟家庭不改變 他希望同學可以跟我玩 然後希望媽媽媽不要再罵我了 這是我們對去瞭解小朋友 那我們會尋求父母同意之後 我們會電法給老師 因為我們必須要準方面收集資料 所以我們希望從老師那邊學習 得到一些學習的模式跟同才的互動 那一方面也可以再去了解說 看看家長講的跟老師講的有沒有一樣 好那經過行為觀察跟會談之後 我們會選定比較適合小朋友的測驗 所以我們包含了氣質量表 或是視視力測驗跟氣質量表 好那氣質齁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天生下來都有自己的氣質 那這個氣質呢不是說 你這個好有氣質或風度偏偏不是這個 你們等一下也可以想想看 你們自己的氣質是怎麼樣呢 好氣質是一個人天生下來 來跟人和環境互動的一個方式 好那氣質呢是天生的 但是他之後可以藉由環境 跟教養的方式慢慢來調整 那我們最常用的呢就是九大氣質理論 就是九大氣質 好那第一個像活動量 活動量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活動量 那你可以從嬰兒時期就發現說 這個他活動量是大還是小 你看有些嬰兒就不停的動來動去 而有些就...就躺在那邊 那像屈臂性 不好意思 屈臂性 這邊有一個屈臂性 屈臂性就是說 當我們第一次面對的人事物 我們是採取積極的態度 還是退縮的態度 那這個部分 例如說小朋友第一次吃副食品的時候 你看有些小朋友就是只要東西到他嘴巴 他往門槌馬上就張開一嘴巴 要吃下去 可是有些呢就是沒有看過的他就會緊閉 所以你們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你們自己到了長大 你們到了陌生環境 你們是會很積極的去認識新朋友 還是喔你就先躲在旁邊等人家來打招呼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屈臂性 好 那我們會針對這個給照顧者寫 填寫量表 不要轉化量表 那我們就會做出一個結果 那以這個小朋友來說 你看他的一個反應強度就比較激烈 所以就常常反應強度比較激烈 我們常常會笑稱就是我們的機動歌機動節 就是一點點小事情 他可能就像彈蜜球一樣 輕輕的放下去他就彈非常高 好那還有負向情 情緒本質呢就是他比較偏要負向情緒 你就會發現有些人天生就笑咪咪 沒有什麼事情的他會笑咪咪的 然後比較樂觀 那有些人情緒本質就比較負向 就沒有什麼事情 可能就覺得你要牽他牽一樣 他的表情比較沒有效能 那再來堅持度呢是指說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的堅持度有多高 好那這個小孩堅持度蠻高 就是他譬如說他在排樂高 遇到困難 他會繼續一直排下去 好那當然啊 可是相對的 如果遇到他要買的完全 他也非常堅持 早在百貨公司那邊大哭大腦 所以呢我們要強調的是 氣質沒有好壞 沒有好壞 他只是說你 譬如說你堅持度低的話 那你會覺得平常很好帶他 就好好好啊 什麼都馬上轉移掉 可是當他要學才藝或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也馬上就放棄了 好那再來呢他的反應欲 我們的反應欲是說 要有多少的刺激量 才會引起你的反應 好所以反應欲比較低的人呢 就是比較所謂比較敏感的 例如說小嬰兒的時候 你可能這樣子 一點點人聲 一點點的那個燈光 他可能就會驚醒 然後或是媽媽有沒有 我們就抱著他再搖一搖 就是要放下來的時候 改變姿勢他又清醒了 你真的會被氣死 那這個是反應比較低 那反應比較高呢 就像我們一般講的 例如說可能就是反應要很 那個電量要非常的大 你會覺得這個人 怎麼從暗示講到明示了 他還聽不懂 你會覺得他反應很像恐龍 這個就是反應比較高 好那我們會強調氣質沒有好壞 那只是說家常你能不能了解 小朋友的氣質 然後呢你跟他的素配程度高不高 當你跟他素配程度很高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比較好帶 你比較能了解他 就像這個媽媽 他其實反應強度不強 他的堅持度也沒那麼久 所以他就會很生氣說 我都沒有氣了你還在氣 所以他就會覺得帶著小孩很累 那再來呢智力測驗 是因為我們會選擇這個 是因為我們覺得他好像有時候 聽不太懂同學在講什麼 然後加上他的發展又比較慢 所以我們要想要了解 他目前的一個智力測驗的一個 他的一個智力的狀況 那做出來果然發現說 其實他在語言理解的部分 相對其他的能力 他是比較低一點的 然後他的存量表分度75 75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70分以下就是智能不足 所以表示他可能在比較偏中下的部分 所以有些同學之間在打鬧 開玩笑或是講一些話 他沒有那麼清楚那麼了解 因為誤會就會有些衝突 接下來呢因為媽媽提到 媽媽跟爸爸是在大學的時候認識 那他們就是媽媽在廣告公司工作兩年之後呢 就懷孕了 所以因為懷孕嫁到台南 那所以媽媽同時在適應一個 嫁到台南的生活 然後一個懷孕的生活 那之後呢 以為小朋友上課子人就可以開心的去工作 結果沒想到小朋友狀況也很多 那想說上了小一應該就可以去工作了吧 結果沒有想到小一之後狀況更糟糕 那所以就變成每天乾脆在家裡等電話 看老師有沒有打電話來 所以媽媽的壓力真的蠻大 那我們就選擇這個量表給他做 那我們就會發現說 媽媽的量表在精直能力啊 在精直角色限制 還有他這個夫妻關係 夫妻關係就是說 他並沒有感受到另一半的支持 這個部分讓他壓力真的蠻大的 那小朋友的部分呢 像例如強求性 就是說小朋友常用哭啊 鬧的方式來脅迫他 來就是要求媽媽做一些事情 那媽媽如果你越想當一個標準的好媽媽 模範媽媽 你會感受到越累 所以他整個全量表的分數88分 其實是蠻高的 就是他的壓力是蠻大的 好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講說 其實我們跟小朋友工作這麼久 小朋友今天是被帶來的 那可是我們會覺得 其實小朋友的問題都只是一個 家庭問題的一個代謝高癢 所以說因為小朋友身上的狀況 不代表都是小朋友的問題 我們還是都要從家庭的部分 可能要家庭部分有一些影響 我們要做一些介入 例如說生理的因素 他有這些氣質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跟家長說 要讓家長去了解 家長不了解就會覺得 他這些問題很多狀況 那心理的部分也是 原資比較弱 那觸折容量就比較低 他當他在說他挫折容量比較低的時候 你會發現挫折容量度怎麼樣提高 那是因為他要有挫折經驗 當他去面對挫折經驗的時候 他才有辦法提高他挫折容量度 可是當有挫折的時候 阿嬤已經幫他排除萬難了 他會沒有這種經驗 所以當然就相對會低 因為只要遇到可能就大哭就好了 那衝動控制的部分呢 是我們每一個人大概到18歲以後 我們的大腦才會越來越承受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可以做一些訓練 來幫助小朋友 那社會因素當然有可能就是 爸爸的棍棒 爸爸生氣就打人嘛 所以他有學到 這個就學得很好又很快 那教養意見不一嘛 他就知道反正阿嬤都OK啊 爸爸就棍棒 我知道做什麼事情 什麼要求就是找阿嬤 爸爸不在的時候跟阿嬤講 一切都會成功 所以那個他都會鑽動 就是會鑽動 小朋友都很聰明 所以不忍心讓他去負責 其實小朋友會變得沒有學到一些責任 所以呢 這個小朋友模式我們歸納出來說 其實他想要立即輪到 不如己意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一個情緒怪物 那些怪物呢 如果我們又沒有好好的面對他 我們可能就是憤怒 就是他生氣你比他更生氣 然後呢或是你好好他就好好好 罵買給你 那或是逃避 或是否定他就是說你憑什麼生氣 我都沒生氣你生什麼氣 你用這些東西去面對這個情緒的時候 其實他不會消失 情緒不會消失 情緒只會在別的地方不停的竄出來 所以就像各位 其實如果你們有情緒的時候 你們用這些方式 你會覺得我還是氣沒有消了 我還是被 我被 雖然說我好像被安撫被摸頭 可是我還是很氣 回到家還是繼續氣 好 所以呢 平常心理事會怎麼做 我們會跟家長一起討論目標 設立目標 這個目標是確切 適切的可行的 我們會分短中長程 就像減肥一樣 不可能一次減20公斤 那所以我們會分牌子問家長 如果我們都要一起進行 那我們一次一個目標 好像總是把說每一個目標都超重要 但是我們還是要先討論出 比較重要的優先順序 然後我們在治療過後 就會跟父母一起討論 好 那孩子的部分呢 我們第一個一定要叫他認識情緒 認識情緒是我們的基本功 當你沒有認識自己情緒的時候 你的情緒來的時候 你怎麼能覺察呢 因為你根本不認識他 情緒來的時候你要有覺察 覺察之後 你才會去發現我們原來是這樣 那因為孩子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利用繪本啊 或桌遊的方式來跟他互動 好 那我們也會把事件跟情緒做連結 把情緒呢 跟情緒的表達程度做連結 好 再來呢 當你有情緒的時候 情緒沒有對錯 但是有情緒 你不能把他壓下去 或是忽略他 你要面對他 那面對他 那你要宣泄你的情緒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一些原則 就是我們的原則就是不傷人 不相擠 就是我不傷害別人 不是說我生氣我就打你 還是我就生氣我就傷害自己 就割完 然後來蠍破你這樣子 那我們會教他們正確的輸壓方式 例如說我們會深呼吸啦 或打枕頭啦 這些都是比較不傷害不相擠的方法 再來因為我覺得這個小孩 需要遵守規則 所以我們會到處進入治療室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說 我們這裡的規則是什麼 因為我要讓他知道 我們在每一個地方 進到每一個地方 都會有那個地方的規則 你就要遵守 那我們會事先說明 那我們其實會有很多玩具 他可以自己選擇他要玩什麼 以及他想要的先後勝序 他是要是先苦後樂還是先樂後苦 然後我會告訴他時間 那我們也會給他計時器 那他要不要自己設定時間 還是要我提醒 那其實小朋友 當他有主導權的時候 其實他會很惡意負責的 這個是要跟父母溝通說 你不要都不太相信他 覺得說他會搞砸 那小朋友其實在這邊 其實他是做的蠻好的 那如果你沒有說到做到 你耍賴 那你就不能再玩玩具了 這就是一個自然的後果 那這就是我們治療室會有的玩具 那這個像這個TOMICA小型車 這就是男生的最愛 小男生最愛 那這個在玩的過程中 其實他會需要 車子需要等待 他需要問題解決 其實我們是透過這個做一個媒介 讓他去學習 有樂高啦 有繪本這樣子 那這個呢就是一個瘋狂兔子 這個東西 這個遊戲真的是一個很容易引起挫折感的遊戲 那這個常常他快要到終點的時候 他就那個蘿蔔一轉他就掉下去 哇他們小朋友就會氣到不行這樣子 那小朋友一開始玩 氣到不行就要翻桌 還好我們就都有準備 所以我們桌子非常堅固 然後呢 那所以我就說 我們就是不傷害別人不傷害自己 沒關係 你要剁腳或什麼的都OK 好那他在過程中呢 他就學習到挫折 那我剛剛說挫折容忍度的提升 就是你要面對挫折的時候 你要想一些方法來面對他 這樣他的自然 他的挫折容忍度就會被提升 好那所以呢 他一旦遇到這個 所以他有氣的時候 這個情緒我們就會讓他留著 我不會急著想要安慰他 我會想要問他說 欸這個感覺是什麼 一股氣在你身體裡的感覺是什麼 你覺得怎麼樣 那所以呢 他們為了不想要再掉下去 他會想一些方法 他就會想說 那我就不要一次拍一支 我要一次慢慢的派很多支出來 這樣我才不會掉下去之後 然後我一支都沒有要從頭來 所以你看其實你給他機會 他就會自己想辦法 好然後呢 就透過這個遊戲呢 我們就會有一些情緒的表達 好譬如說 欸什麼時候你是一點點生氣 啊什麼時候就是會超級生氣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說 如果在剛開始我就掉下去 我就只有一點點生氣 可是如果要到終點的時候 再掉下去我就非常生氣 然後讓他知道說情緒沒有對錯 但是表達就會有適當於否 不是每一次你都要非常生氣 他們的有時候想要抓不到的重點 就是只要一點點什麼東西 都會是非常生氣的 好 那這個呢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 這個喊破喉嚨壺 他們這個就是前面的口非常的大 就是他們日本壓力非常大 然後大家住得非常密集 又怕吵到別人 所以當你想要尖叫啊 罵同學罵上司 或是要幫自己的職棒隊加油的人 的時候 你就大聲呼喊 但是他出來的口很小 所以不會干擾到鄰居 好那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發洩的方法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也會 教小朋友說 欸那你也可以就埋在年費裡面 大聲呼叫啦 就讓那個情緒流中出來 好我們不用特別壓抑他 那也告訴他表達我們 也可以不傷害別人不傷害自己 也可以做一個發洩這樣子 好那這個呢是我們的大腦 我們的大腦是就是 這個是我們會戴在頭上給小朋友看 說我們的腦部 那這個有時候像這樣我們就會說 蛤大腦這很難欸 我說不會 其實我們用簡單的方式跟小朋友說 他們就會聽得懂了 大腦呢我們會跟他說 其實大腦很簡單 就是理性跟感性 就是情緒都一起住在裡面 好那可是平常沒事就沒事嘛 那有事的時候呢 情緒呢這邊就會變成一個怪物 變得非常的大 好那就把你的理性擠掉 那就像你坐在這個小椅子這邊一樣 你現在兩個屁股 你看一個屁股坐在椅子上面 可是有一邊變很大的時候 你的一邊就會被掉下去對不對 那小朋友這樣有創造力 他就會說 對對對我就會摔下去 就像掉到海裡面一樣 那就是我們的地面 他說他就馬上摔下去 他就會很活潑這樣子演出來 那我就會說那你想要摔下去嗎 他說不想 好那當小朋友有動機要改變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介入的最好時候 好那你不想要掉下去那怎麼辦 好那他說我們就要把怪物抓起來對不對 好我們就要把這個情緒怪物抓起來 讓他不要害你掉下去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說那抓怪物怎麼抓 那我們就要跟他做連結對不對 要跟小妙的生活經驗做連結 就是我們就要去抓寶啊對不對 那抓寶的時候 你要知道要去哪裡抓啊 他們都知道要去關係平台抓對不對 那裡最多房 所以你要先確認說 你在什麼時候 什麼時間點 你是最容易生氣的 好那這個時候 那我們先讓他了解 讓他去回想 可能就是我們的同學撞我啦 或是笑我啦 沒有什麼事笑什麼笑 類似這樣子 讓他勾起一些回憶 然後再來呢我們會希望鼓勵他表達 那時候的感覺是什麼 好那小朋友就只會講很氣很氣啊 那這個也是家長常一道 家長就會說啊就只會講很氣 那我們就說我們就是要做引導 我們要做引導 就誒譬如說你那時候啊 像你那時候在快要到終點的時候 肚子掉下去了 你那時候心裡有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說我身體有什麼樣的感覺 可能他就會說我手會發抖 手會發抖 誒對真的很好 就是一開始 然後我們說那還有呢 例如說他就會說 誒我會扫心啊 我會亂叫尖叫 然後例如說我的手流天就會很痛 因為我都亂敲 好那這個時候 他就有對自己的情緒有意識囉 好其實這個很重要 就覺察是第一步 因為其實到現在很多成人 還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生氣 常常被情緒牽著走 那所以讓他有覺察 那再來呢就是要怎麼樣宣洩了 我們不要讓怪物讓我們掉下去 所以呢在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用寶貝球打他啊 對不對 那我說那例如說我們可以 寶貝球說你要打多久 數到10好不好 用10顆打 他說不行 你的CP值很高 需要30顆 你說很好 你就藉此鼓勵他說 對你想的方法真的很棒 也是一方面可以提升小朋友 自己的自我價值感 你就說欸很好 那你就 我們就可以數到10 然後或者他也想 打枕頭啦 然後埋在裡面尖叫啦 這些方法這樣 都是原則就是不傷人不傷子 好 那因為這個 除了了解自己的情緒以外 我也要去了解別人的情緒嘛 那可是了解別人的情緒有點超像 所以我們就直接呢 用景色扮演的方式 讓他去學習一些人際互動啊 學習禮貌 然後呢 重點是遊戲治療 是在這邊進行治療內化 希望可以呈現到生活大家 所以家長也需要家長的幫忙 好 例如說這個就是我們治療室的一個 人際互動角落組 那小朋友像一開始他在玩的時候 他可能就直接就 他也不問我要吃什麼嗎 因為他這個遊戲的時候 他們擁有非常多的主導權 所以他們非常開心 那你要決定你要當客人啊 當廚師啊 都可以 那所以他們在一開始玩的時候 他會說他當廚師 然後他可能就一條舞就飛過來了 那我們就這次要跟他互動 我們就說 這個是生來熟的 你有沒有煮過啊 他說有啊 就煮過來你就吃啊 我說可是我要用什麼吃 你不會用嘴巴吃嗎 那小朋友其實他的一個回答的話的態度 也都是在家裡講話的態度 所以慢慢的我們透過一些問題 然後讓他去思考 慢慢的呢 這個小朋友呢 玩玩具的時候 底下也不會這麼軟 他會分類 然後這邊呢 也會有盤子出現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要 然後再來呢 例如說我就故意問他說 欸我可能一次要點 要點虎佑一樣 他就會說 點那麼多幹嘛 我說欸 可是我們去餐廳吃飯 不是都要給人家賺錢嗎 你不賺嗎 欸要要要要 那小朋友喜歡賺錢 欸要要要 那怎麼辦 他就想著說 要去把他寄下來 這就是小朋友自己想到的辦法 所以他會覺得很開心 這是我想到 不是你喔 不是你告訴我 是我自己想到的 所以以後呢 他就會記得這個事情 所以呢 這個部分我們就會跟媽媽說 媽媽也有提到說 喔對 所以之後呢 他回到家 他也比較會幫忙擺餐去 然後以及也不會說 喔早上出門跟媽媽說要吃咖哩飯 回來就說 學校吃過啦 難道你不知道嗎 你晚上幹嘛又煮 這個事情就也比較沒有再發生了 好 所以家長的部分呢 其實是像我說的 家長帶很多愧疚 很多壓力過來 那家長也帶了很多網路說 網友說 帶這些東西過來 那所以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其實每一個都 有自己的一套教養原則 但是就是說適不適用 在自己孩子身上 以及你是不是那個個性的人 我們不是說 小孩子都要非常的溫柔 非常的講話輕聲細語什麼的 你要想想看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自己的本身的一個pattern是什麼 你用你最原始的pattern下去互動 那樣才自然 你要假裝是假裝不持久的 那我們要請家長說 你平常的互動呢 你就要了解自己的情緒 好那再來呢 你可能需要訂立一些規範 在合理的範圍內 他可以負責的範圍內 就要自己完成 那如果在一個會干擾別人的狀況下 你一定要完全禁止他做這個行為 好那正向指令呢 就是說例如說他在吃手 你就跟他說把手放下 來取代說不要吃手 因為你知道他不要吃手不要凸 可是他不知道他可以怎麼做 好那再來語氣兼定態度緩和 這非常的重要 這八字就是人際互動的八字真言 那不管是你跟夫妻之間小朋友之間 你要讓大家知道說我的界線在哪裡 他們會說小朋友都很白目耶 一直在踩我的界線 但是你要讓人家知道你界線在哪裡啊 不然人家只會一直的去嘗試 一直去try 才知道你界線在哪裡 所以這個部分語氣兼定態度 我們適用在各個人際關係上 好那爸媽會抱怨說 你小朋友都不理我耶 然後他都不跟我講 我怎麼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 那其實小朋友就會說 因為我講一句你講十句啊 那所以呢這個時候我真的會奉勸就是 在兒童時期的家講 你一定要在這個 你如果想要安然的度過青春期 所以你一定要在兒童時期開始 你就要去聽到他想要表達什麼 第一個就是專注請聽 專注這是一個非常投入 就是要非常投入的一個工作 你要去聽他在說什麼 這個不是說你講啊你講啊 然後你在那滑手機 那場景有沒有像夫妻關係有沒有 那是 那你講的話我在聽啊 就是這個其實是 聽到人家的心裡話 是適用在各個人際關係當中 就是不管上司下屬還是異病關係 那其實你的專注請聽是 你的身體有點往前 然後你的眼神是對到對方的 眼睛鼻子中間這一塊 你不用盯著人家眼睛看 因為這個有點壓力 就是大概眼睛鼻子這一塊 那你去聽到他說什麼 以及他可能沒有說出來的話 都是我們要去聽到的 那接下來呢同理 就是小朋友可能回來講 就是亂講一通話 因為不知道錢都不太對提 那可能你就整理出來之後 你可能說喔 聽起來好像是因為你同學今天不理你 所以你覺得心情不太好 那如果你說對了他就會說對 那如果呢 那我們家長的時候都太急著 要幫他解決問題了 他就說啊你同學不理你 那一定是他太機車了 你馬上就下一個結論 那這個就是太過寵密他了 因為這個對他人際關係沒有幫助 那我就說啊你同學不理你 那應該是你做錯了什麼 人家才不理你 這個就是太嚴苛了 所以我們只是就是 你適時的去反應他的情緒 讓他知道你懂他 那我們其實人很微妙 你的情緒如果被同理到被接納了 其實你的憤怒會降一半 你們自己可以感受一下說 其實當人家了解你的時候 那你自己的情緒降一半 那之後呢 我們先處理情緒 再來處理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同理他之後 我們再來想想看 這個問題要怎麼去解決 好 那有時候家長會說 可是我聽到會快氣死了 我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還在同理他呢 我說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教你先回花寶典 那你快要發飆的時候呢 當然啦 就請你注意 你最重要的就是停看音 停看音 你可以先暫停對話 你可以自我揭露的告訴小孩說 我現在真的很累 或是我現在很生氣 我可能沒有辦法繼續跟你談下去 我們需要冷靜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回房間 總之呢你就是 不要做出讓自己後悔的事情 當情緒來的時候 千萬不要做什麼決定 好例如說跟指導這樣說 好我就休學啊 要不然就夫妻都好 要不然就離婚啊 誰怕誰 這個保證百分之百個嗎 兩小時後就後悔 那這個時候請你們 在有情緒的時候 千萬不要做任何的決定 好 那再來呢就是 你冷靜以後 好那你就可以往內看看自己的情緒 覺察看我怎麼了 或是往外看看說 到底剛發生什麼事情 好像我需要這麼的生氣 反而因為假如說 很多人都會說他真的很後悔 想一想 甚至都忘記了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大發脾氣 然後再來的音就是 欸想想看該如何 去回應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其實 一個目的也是 我們會希望培養小孩子 問題解決能力 不要每次就是有問題 不用哭的 那因為 譬如說小朋友他今天 金木倒了 他可能用哭用叫的 來叫你媽解決 那對我們大人來說 這問題非常簡單 你就排好就好了 可是小朋友能學到的是什麼 他學到就是 欸有困難用哭 然後就解決 就這樣 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家長會說 可是我又不會教 我又不會教他什麼什麼 都沒有關係 我們其實只要 事實地拋問題就好了 你拋問題 讓他去思考 那小朋友會 藉由思考不同的問題 他會在大腦 會形成新的回路 那當他的回路越來越多 然後他又經過大量的練習 他的回路傳導速度 會越來越快 他之後會變成一個自動化的回路 就會變成說 之後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想辦法自己解決 他想辦法 只不是說遇到問題 馬上跳到空 馬上跳到別人解決 那你在過程中 你可以拿一些具體的回饋 例如說 你金木倒了 我們說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你可以先同理他 說喔金木倒了 所以你現在很生氣也難過 好那我們來看看 你剛剛怎麼倒的 是不是這邊比較歪 那我們是不是要慢慢的 把它堆上來 然後呢 通常這時候小朋友就說 我來我來 他就會自己想要做 那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可以給他一些具體的回饋 就是說 喔你知道這邊少了三塊 你把它疊起來了 欸這樣不錯 我就不會倒了對不對 好那經過這樣子的具體回饋 小朋友也可以變成內化 怎麼會是自我激勵 他在運到困難的時候 他可以鼓勵自己 好覺得欸我再試試看 那久了他的自我價錢會提升 他就更有勇氣面對困難 而不是害怕困難逃避困難 好 所以我們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們都是希望培養EQ 好的EQ不是不生氣 而是這個EQ是一個情緒管理 你好的情緒管理是 你可以認識自己的情緒 你可以妥善處理自己的情緒 你可以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可以自我激勵 然後你可以了解別人的情緒 然後你也可以妥善的處理你的機關心技巧 好我們會希望呢 我們小朋友 我們或是我們每一個人 他都可以做大腦的主人 而不是情緒一來的時候 你完全被牽著走 那要終結小霸王模式 就是我們用面對 然後用有品質的陪伴 同理他 然後幫他問題解決 那這個時候 其實情緒怪物才會比較真的不見 但是不是情緒不見 是情緒 是情緒 情緒怪物會不見 那情緒 你看現在的小霸王 他還是會生氣 但他生氣的時候會深呼吸 然後會去打枕 然後會去發洩 然後會去發洩 然後也比較知道自己的情緒 會跟你說 因為我今天因為什麼事 所以讓我覺得非常生氣 那同時呢 這個部分 家長的部分也會有一些改變 因為說家長會 也會認識自己的情緒 並且把責任回到自己身上 那自己很生氣嘛 就是說 你們會教你們自己就是教啊 我幹嘛我教啊 那再來呢 他做好良好的身教 然後同理孩子 那同時精子關係增進之後 夫妻關係也會合起 那所以呢 其實要協助一個孩子 了解自己的情緒 這需要三方面的一個協助 跟幫忙 那所以心理師呢 其實是會一直跟大家同在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郭仲和一直希望 就是創造 營造一個 生理心理社會 全能醫療組織 謝謝大家